哈囉 大家好 歡迎到YA Diary 在疫情解封之後呢 我終於可以出國了呀 那我們這一次呢 是來到日本的橫濱 要來參加在日本 相當盛大的文具展會 就是文具女子博啦 這也是我第一次參加這樣子的活動 我真的超級超級期待的 那今年的橫濱的展出呢 相較於過去比起來的話 據說是場地大了1.5倍以上 那來參加的廠商呢 有超過150家 帶來7萬樣以上的商品 好 那我順帶一提的是呢 這一次的我們看到這個活動背板呢 它其實是它的主題 叫做歡迎光臨文具茶會 我們就一起來看看文具茶會裡面 會有什麼樣子很棒的呈現吧 日本的文具女子博 是從2017年開始 每一年都會舉行的大型文具展會 也是很多文具愛好者 一定要朝聖的盛會之一 之前幾年啊 就一直很想參加 但沒有這樣的機會 這一次感謝Zoe的幫忙 讓我可以有機會 在這一次的旅途中圓夢 這一回我們以小菜雞的身份來逛展 各位就跟著我們一起來認識 什麼是文具女子博吧 那開場前可以看到有不少人在衝刺喔 更遠方的外頭還有S型的排隊隊伍 都是在等待進場的大家 今年的文具女子博 主題是Welcome文具茶會 所以從主視覺就可以感受到 溫馨又愜意的下午茶時光 在杯盤當中可以看見 各種不同的文具身影 希望大家可以找到喜歡的文具 享受像下午茶一樣的甜蜜食客 這個概念真的是 直擊文具控的心 那針對這個主題 現場推出了很多相關的限定商品和小活動 我們先來看原創商品區 這一區是主辦方和各家文具廠商聯名款的文具 這個擺設就是邀請你參加文具茶會的概念 那各位要注意 只有到文具女子博 才可以購買到這些限定商品喔 首先我們看到是聯名的主視覺筆記本 裡面是橫條文 那他們和Cocoyo的Campus聯名款 是長這樣子的夢幻紫色款 這邊還有茶會會使用到的小紙袋 還有我們常常見的SALASA 以及各種款式的筆款 上面都印有文具女子博字樣 應該收藏幾隻吧 至於這個小紙盒 裡面是裝粉紅色的橡皮筋 單單只裝橡皮筋 就包裝成這麼精緻又好看的樣子耶 那同樣是盒子 鐵盒也完整呈現了主視覺 裡面是有30張名片大小的紙張 印刷淡藍色的茶具 主辦方和BGM聯名的是這款嘴巾印章 還有這樣的小貼紙包 實際應用起來呢可以變成這種感覺 那這很適合當成手帳的好朋友搭配使用喔 那如果你貼紙貼不夠 Colus的花邊帶也可以搭配看看 使用方式呢像立刻帶一樣 那圖案都是專為這一次的主視覺設計喔 好那現在我們有紙有筆還有印章等文具 當然也不可以錯過墨水啦 主辦方是和寫樂合作 推出三色墨水 瓶子上是印著下午茶會的小點心 有紅色系的莓果蛋糕 咖啡色系的文具女姐奶茶 還有藍色系的藍莓帕菲 他們也很貼心啊 怕各位鋼筆墨水太多不敢買 所以旁邊呢是擺放的這個 無竹的透明筆管可以搭配使用 一整套操作下來差一點破產 我們看完精美的文具女子博 和各家廠商的聯名原創商品之後呢 現場還有舉行特定活動 比方說人人都愛的抽芒蛋 一款是芒抽小夾子 你會隨機的抽到畫面上的這些夾子其中一款 還有一個是芒抽筆 這款兩用原子筆很特別 有10款花色隨機出 它還真的可以兩用喔 我們來看Zoe的示範 內容物就長這樣 就是一個筆的組合 然後你要自己把它組裝起來 所有的配件都有了 就長這樣子一隻筆 然後它上面寫它說它是Q味的 所以呢 你中間那一節 可以把它拆開 裡面這個拆開 中間這個拆開 哇 整個縮小喔 可以改變筆心 還有筆管長度 讓這些筆呈現出兩種不同的樣貌 滿足你多變的心情 那旁邊還可以玩小遊戲 拿起這一根鉛筆造型的推桿 只要把球推到特定的位置 就可以獲得小貼紙 那我和Zoe都很強耶 敬讚 另外現場 還可以抽紙膠袋扭蛋 隨機出三款合紙膠袋 如果幸運的話呢 你還有機會抽到紙膠袋吃到飽活動 他們會給你一個小板子 可以到後方紙膠袋牆讓你捲到飽 不過很可惜 我就是那個沒有抽到的人類 我在現場還有看到一樣 我覺得應該要在我們參加活動前 就購買的物品 就是這一本 文具女子博的官方舉難書 這裡面會預先告訴你 有哪一些廠商參加 現場還有哪一些原創商品 或限定的活動 以及各廠商會帶來哪一些超棒棒的作品 我覺得這一本可以說是文具女子博的超強攻略 可惜呢我是到現場才購買的 回來之後發現啊 錯過了不少很棒的品牌 有一點二萬 哦對了這本雜誌書還有附上很棒的文具套組 這是和Alissa合赤眼鏡的合作商品 可以看到啊裡面有速寫活頁本 內頁還有資料夾合筆 設計也很切合主題 營造一個茶會悠閒的氛圍 超值得收藏 好那我們還可以看到 現場有一個必參加的票選活動 到現場參觀的各位呢都可以參與投票 在這一個區塊的四周 有各家廠商推出的商品 一共是95樣 各種文具是琳瑯滿目 從展會第一天開始到最後一天 大家要一起選出年度大獎一名 優秀獎兩名 讓你覺得很可愛的心跳設計獎一名 以及你會很想使用的心動便利獎一名 不過呢因為我不太懂日文 所以只能夠這樣子概略的翻譯 如果用詞不精確的話請大家多多包涵 我以為啊自己可以精準的選出這五樣的獲獎文具 結果最終得獎名單 和我選擇的完全湊不上 所以呢我沒有在現場拍到 求一個 希望我下一次啊可以更準確的預測文具控的新 噢那各位 以為在現場只會看到日本的文具嗎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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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ncoi呢也把台灣 香港還有韓國等海外設計師的作品 帶來日本參展 我在現場呢有看到樂意啊 楊君 九十的紙膠袋 沒有飄 天秤生活的妹子 以及自己印的日付貼紙耶 明明我前幾個星期才看到這些商品 現在呢在日本又看到一次 真的很感動又非常雀躍 另外呢我們買過的韓國的華拉 也被Pincoi帶來日本拉 甚至呢它還有現場鐵盒喔 不過內容物我已經先下單了 不然啊我真的會為了這個鐵盒充斥欸 好的我們仔細花了時間走完各家攤位 我深深感覺日本各家文具品牌都好有創意 也很用心 作品設計都非常精緻 我完全可以理解為什麼這麼多人 會趨之若物的來參加盛會 那我們這一回 在各位看完了文具女子博的重點介紹之後呢 我們詳細看哪一些廠商 又選擇什麼樣有趣的文具 就不要錯過下一集影片啦 小菜雞闖日本的第一支影片到這邊結束囉 之後呢會有相應的抽想活動 請各位鎖定IG的公佈訊息 好啦 以上是我們在東京橫濱的文具女子博活動初體驗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 或是想要跟我們分享什麼樣好的品牌 有趣的文具 就歡迎留言告訴我們喔 我們下集影片見啦 掰掰